新加坡9月1号马上要投票选总统了 有些人又担心起来 政府是不是查得出把选票投给谁了呀 这不投票卡上还有编号呢 听我说根本不用担心 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多次表明 不可能有任何人查得出你把选票投给了谁 在投票日当天 投票站在早上8点开门之前 参与竞选的各方就会派出代表 检查所有的投票箱保证里面都是空的 没有人提前放置假选票 当一个个选民前来投票时 各方代表会核对选民名册和此人身份保证属实 投票卡上的编号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并且保证一人只能投票一次 到了晚上8点 投票站关门时 各方代表会检查投票箱是否完整密封 并在封条上签字 投票箱送到机票站之后 各方代表再次检查封条 确保没有被动过手脚 在机票结束之后 投票箱再次被封存 各方签字确认之后 送到最高法院保险库存放半年 半年内如果有疑议 可以在各方代表见证下开箱重新计票 半年后各方代表前往检查 确认投票箱完整无损后 护送前往垃圾焚化厂加以焚化 因此不可能有人神不知鬼不觉 去偷偷检查你把票投给了谁